第2部影片 嗨!我是Kopa 這是Kopa計算給你看的 關於RNGBAR的第2部影片 那這部影片是聚焦在松山光的秘密揭露 為什麼呢?因為上一次 第一部影片我們做到這個碰到了球 而做結束 碰到了球當然還有後續啦 我們趕快來看看內容 一開始還是要講在RNGBAR的計算說明 如果你沒看過第1部影片 那這裡是 官方公佈的這個 黃色這邊 這個是 屬性調整 1.25倍高低空調整 1.125跟1.25 就是擅長跟極為擅長 然後順發力的調整是銀色1.33 金色1.66以及 彩虹兩倍 還有拆對調整是兩倍 那這個對決改變呢 是指這個因為對決 而不會顯示在螢幕上的 這個能力 好那這個公式在這邊 那當然其實 我會建議你再回頭看第1部會比較清楚 好趕快接著看 好我們第1部影片結束在這個碰到了球 那這部影片就開始於多次碰到球 那上一部影片我們已經知道了碰到的球是 減少20%嘛 那我們來看看 同樣是松山光 好那這個全力猛糾射門 你可以看到 37946是顯示能力 必殺技 500.5 雖然畫面可能只有500 但實際是500.5 算出來就是這個數字 也就是 射門出來的數字 那麼趕快來看 好這個是 自動擋球 碰到了一次 然後 這是第2位 他也是有這個使勁站穩 好那這個碰一次那麼來看 碰一次之後是159525 好就是37946 剛剛第1頁看到的射門 然後乘以80% 再乘以500.5 那為什麼要加25呢 因為這個是技屬性的松山光 這個是素屬性的石奇鳥 好那加上屬性優勢25 算出來159525有沒有一模一樣 這裡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 石奇鳥的使勁站穩也碰到了球 然後接著就到了守門員 這個是技屬性洛琳 我們這一次要看的主角就是松山光 你可以看到113952是怎麼算出來的 37946 這一次要乘以60% 因為碰了兩次 然後呢 同樣是技屬性 所以沒有屬性優勢了 那就恢復必殺技威力500.5 好除以100 113952 一模一樣 所以結論就是碰一次可以減少20% 然後可以累加 但是這一頁我們其實 看出來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角度不衰竭 你可以看到社門的位置在這裡 這個肯定是有角度的 可是呢在計算上是完全沒有 也許全力猛就是社門 你會說他會不會本身就是 不受角度影響 我們在這個遊戲內看的時候他只有不受距離影響 但是沒有看到 他是不受角度影響 那顯然 這個松山光是蠻特別的一個角色 看來他的社門是不受角度影響 另外一個我們值得來探討的就是 如果碰一次可以減少20% 那我們是不是還需要找填層 或者是卡爾茲這一種來幫 守門員增加對DNF 射門的抵抗性 首先找填層是加8% GK加8 那這個8%反應到 實際的數據呢當然是不會到這麼多 因為他是加在他的能力值上面 然後經過一堆運算之後 也許真實反應可能只有加個 5%或7%左右 但是 如果是20%的卡爾茲呢 顯然 應該就比較有這個效果 大概有17% 17% 或者15%左右 就是 可以反應到最後的數據 因為一般的守門員大概是20幾萬 你可以去想 如果8%的這個 無法完全反應的話 20幾萬的數據如果你用5%來算好了 大概可以多1萬多 那如果是20%用15%來算的話 大概也有個3萬 到4萬之間 那這個20%呢 是不是很有效果 你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一開始有將近19萬的數據 那19萬你看 一減就是 第一次就減少了3萬左右 19萬15萬9 差不多16萬好了 那第二次呢 就從15萬9 降到11萬3 更多了 少了大概4萬左右 所以你看 20%的效果就遠比 你放一個 早填層或者是卡爾茲還有效 那我覺得這次可以提供給各位玩家 來思考的一個點 接著是 松山光無視角度的問題 剛才那個也許是偶發的 所以我就再去找了一下實戰的這個比賽畫面 結果發覺 可能不是偶發的喔 這次換了另外一個射門 超低空猛救雙人射門 仍然 沒有 角度衰減 你可以看到 38280是 顯示的能力 然後是 522.5 這個必殺技威力 算出來就是 2000 13 跟畫面顯示的一模一樣 所以不僅僅是距離沒衰退 連角度都不衰減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有問題 這個松山光或是這個射門 其實隱藏的就是不受角度影響 接著是高空極為擅長 使用在擋球 測試的對象是景川月人 他是高空極為擅長 你可以看到他 來擋這個射門的時候 30485 但是這是畫面顯示 實際計算是36292 因為他有這個 高空加30% 面對這個前鋒有另外加15% 不過15%已經反映在這個30485了 那 這個36292必須 對手真的選擇了指令之後 才會出現這個 當然不會顯示在畫面 應該說才會電腦經過計算 是36292 那再乘以這個必殺技威力465 屬性調整 以及高梯空 他是高空極為擅長 然後猜對 猜對調整 所以算出來就是223196 這個是高空射門面對擋球 那我們就來看看 如果他在對決的時候是高空 但使用其他的指令呢 高空極為擅長他選擇斷球 出乎意料的 這個 也有效果喔 你可以看到40126是斷球 然後對決改變 就是高空加30% 然後必殺技威力455 屬性調整 這個是技屬性 這個是力屬性 然後高低空調整 居然在斷球也應用上了 你可以看到這樣乘起來 除100 241233 就等於他斷球的數字 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球員是高空 擅長或極為擅長 只要是在高空選擇的指令 基本上都會加上高空調整 或者低空調整 如果他是低空擅長或低空極為擅長 所以這個 算是一個意外的發現吧 然後是RNG霸實彈來到的是 非技能的數據 其實這個官方是有公佈的啦 就是關於這個 如果你不使用技能 拆對調整是 加1.5 而不是兩倍 那在這裡就是用50 就可以取代 然後這是顯示能力 殘球嘛 顯示能力23387 必殺技威力 其實 預設100 是為了方便你計算 其實你把100除100就知道是1 然後50除100就是0.5 所以就是乘以1.5的意思 其實效果是一樣的 你直接乘1.5 或者是你像我這個樣子 100加50 然後來除100 算出來是35080 沒有進位 這個小數點我不太確定 這是第一次出現有誤差 其實算出來應該是35081才對吧 但是在畫面上是沒有進位的 這是屬於非技能 拆對的調整 當然如果你今天有所謂的屬性 也要在這裡算上去 或者順發 都要加上去 如果是傳球 或者是擋球 其實算法都是一樣的 就是這樣直接乘就可以了 不過傳球你要注意的是 他會因著距離而衰退 然後是這個 自動攔截 這是首次我沒有辦法精準的算出這個數字 我 還沒有辦法肯定到底這個錯誤 或者是這個誤差 是怎麼產生的 首先這個卡爾茲 技術性的卡爾茲 他是33027 對決之後他是顯示這個數字 然後必殺技威力這個斷球是490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自動 斷球 他是 地圖發動自動斷球 算出來只有97430 那經由這樣的公式算 結果是 要乘以 60.204 就是不是一個準確的60 這讓我非常驚訝就是了 我只能告訴你大概就是 60% 那我有算過其他的 其實還是有一點誤差 也不是準確的就是 60.204 有的有到60.5 或者是60.1級 都有 就沒有 很精確的就是60這個數字 蠻怪異的就是了 這是地圖的自動攔截 那我們來看地圖的 自動擋球 也是一樣無法精確 你可以看到 這個34092是他的 擋球數字 必殺技威力是卡爾茲擋球465 在這邊 卡爾茲擋球 然後這個是有順發力33.33 那經過計算 34092乘以60.033 你可以看到他不是準確的60% 然後乘以465 再加上順發力調整 33.33 除100就等於101991 剛好跟畫面一樣 但這真的是 很難去解釋為什麼沒有辦法 準確的就是60整 這個可能有帶其他 玩家來這個解惑了 或者是 其他朋友能夠有 更 明確的 理由或原因 可以留言告訴我 以上呢就是我針對 RNG爸做的第2部影片 應該是不會有第3部影片 謝謝大家 拜拜 第3部影片 onie 第4部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